開始了嗎? OK 我們現在要演練 做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的微型演練 我們先報道一下 我們這個學期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的整個的重點 第一個我們先強調 數位邏輯大概分為組合邏輯跟序項邏輯 那組合邏輯跟序項邏輯的區別性在哪裡? 它的區別性就是 當進入序項邏輯的時候 電路就開始有記憶 一開始的時候我會強調 這兩個區別性在哪裡?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先說明組合邏輯 那麼我們會先熟悉 第一個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先熟悉下載版 然後會做基本邏輯找個測試 然後布林公式定理的驗證 那這部分呢 我們除了用繪圖畫圖來寫程式之外 也用文字的方式 我們寫程式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畫圖 那麼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會強調 就是我們這個課程所學習的 FGA VHDL程式呢 跟過去同學如果學過單晶片 微控器寫西語言 動作幾乎完全一樣 但是它的內含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電路是直接是變成電路 直接用硬體來驅動硬體 跟過去西語言微控器的 它那個是程式還是程式 最後由CPU來執行程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第二個階段 會進入卡諾頭 比如VHDL四種語法 來實現真字表 來設計ALMU 也就是算數跟邏輯運算 那這一部分呢 可能我們不會完全在課堂上教 可能是做個練習題 讓同學到課後 在家裡面自己做練習 那再接下來 我們是解碼器跟編碼器的設計跟運用 解碼編碼這邊 解碼我們會提供兩個小電路 來練習解碼器的動作 那麼編碼器 我們也會有兩個小電路 來練習編碼器的動作 再接下來 我們會介紹多工跟解多工 多工器 我們會有一個電路來練習 解多工呢 也會有一個電路來練習 那麼課程進行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會出一些習近 讓同學自己做 根據同學自己不同的程度 來做回家做練習 一個我們用康德來設計 一個交通號子燈 然後設計一個程式 同時來驅動LED跟七段 另外就是設計一個程式 來實現四個七段的多工顯示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會由潛入深 一步一步的 讓同學了解 怎麼樣讓四個七段 用多工的顯示 把它顯示出來 再過來我們就會進入 正式的進入序項邏輯 那麼序項邏輯呢 我們從酸鎖 我們可以先介紹兩個酸鎖 從這邊開始 我們的電路就開始有記憶 那麼酸鎖 我們各有兩個電路來做練習 然後序項邏輯另外來包括 掌存器的載入及技術 旋轉及位移戰存器 串入並出跟並入串出 另外最後我們會進入狀態機 我們所有前面的基本的一些訓練 最後都是要做狀態機 一般的應用系統我們幾乎都可以用狀態機來做 狀態機分為mini跟mall 那這邊我會強調 在數位系統裡面 大概分為兩類 一種就是有CPU的 那麼有CPU我們就不需要寫程式 高階的程式語言 那麼如果沒有CPU的 我們就用狀態機來做 那麼狀態機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有它一定的程序 第一個我們先畫出它的狀態頭 決定我們大概會用到哪些的元件 通過這些元件我們決定 有哪些的輸出的控制信號 然後我們再寫狀態機的主控制程式 最後界線完成之後我們做測試 我們每一個狀態給它亮一個LED 來測試每個狀態每條途徑都有沒有成功 來測試一次